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孩子端哪去了 不让他吃辣薯片 他就躲起来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喂 你就是优独吧 妈妈正找你呢 不用你管 不用你管 再再来拦住他 优优独怎么会自己动啊 好辣 好辣呀 原来你在这儿呢 我的嘴巴好痛啊 贪吃辛辣的食物 很容易造成口舌生疮 正好让我吸收黑暗能量 别哭了 妈妈带你去看医生 不好 魔王的气息又出现了 快跟哥去看看 蛤 魔王又在吸收黑暗能量 我们快去去 李氏震益要帮忙吧 火灵灵 白草仙剑 这孩子是因为吃了太多辛辣的食物 所以导致口舌生疮了 看他的样子一定很难受 我们快启动佩武法阵赶走魔王吧 好 想要启动佩武法阵 还需要一位 弹竹叶精华 弹竹叶 弹竹叶数多年生草本之物 根状精 一般生长在山坡或者林下的阴尸处 根可以要用 具有清热除烦的作用 去吧 狠草刚入会吃 你们找到他的 草本仔 我们走 太好了 他们果然去找半竹叶了 完了完了 大王被气疯了 我们还是散伙吧 你说什么 你们立刻赶往彩虹谷 把眼神困在这个箱子里 这个箱子是不是小了点啊 哇 总没闻过这么辣的味道 里面究竟是什么 烂竹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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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用你的精华 启动佩武法阵 没问题 等我先看看箱子里的东西 然后就帮你们 是谁把辣椒做成了这个样子 快退后 还有他 还有他 他怎么变大了 应该是我们变小了 是辣椒酱啊 好辣 好辣呀 走了 走了 如果我们出去 会被辣椒酱淹没的 嘿嘿嘿嘿 挖个深坑 把箱子埋下去 让他们永远都别想出来 人家好心提醒你 如果饿了 可以大口吃辣椒酱 虽然吃多了 嘴巴会起泡 那也总比饿肚子强啊 可恶 又是魔王的手下在捣鬼 崽崽崽去堵住辣椒狼的嘴巴 iries 桃温仔 你没事吧 崔崔感觉浑身火辣辣的痛 别担心 我会举着你的 那你怎么办 我最喜欢吃辣 我可以把这些辣椒酱都吃光 不行 你会吐蛇生疮的 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 家好想看看他们在里面受苦的样子 他们一定辣得全身起泡了 这两个坏家伙又在做什么坏事 真够辣的 过瘾 过瘾 我们比赛看谁吃得多 崔崔可不会输给你们 只可惜辣椒龙喷的辣椒酱不够吃 难道我们失算了 他们都不盼了 我再往里面加把火 辣椒和火焰才是绝配 中计了 新鲜鲜成乳椒 谢谢你 橘皮仔 别高兴得太早 辣椒龙也被你们放出来了 把他们吞进肚子里 然后翻回箱子里 我来帮你 草笨仔 我来帮你 白草金黄 唯我所用 波淋灵 操本精灵出去 啊 裂皮好厚啊 好门仔 好东西不要总想 让那些坏家伙也尝尝辣酱的滋味 玻璃鸣 咱们是很大方的 讨厌啊 这么辣会让人家起痘痘的 终于把他们赶跑了 你的主人都跑了 你就不要再跟着宅宅了 这回你没法养到宅宅了 对啊 可以利用木箱把辣椒龙吸走 糟糕 离得太远吸不到 草粉仔 把辣椒龙引下来 我来开启木箱 还不听姐姐的话呀 但主页 鱼皮仔 我们一起把草叶押 我们 好 你们跳下去 咱们仔跪 让开 终于成功了 今天吃了太多的辣椒 我都嘴巴生疮了 你还能坚持吗 我 我先忍着 你快启动配舞法阵吧 我来给你们助阵 好 谢谢你们 时间紧迫 我们开始配舞 咬食童源 健康支援 药食童源 健康支援 等软软腰和捣蛋鬼得胜归来 就开庆功耶 可恶 怎么又失败了 今后不要贪吃希腊的食物了 回去多吃些清淡的蔬菜和水果 对于简精口舌生疮很有帮助 谢谢您 我记住了 耶 真不敢给您买蹦床 这都几点了 快进屋睡觉 不睡不睡 我还没玩够呢 听话 马上给我下来 你别想抓到我 小虎 你给我停下来 睡前做剧烈运动 很容易引发倒汗 正好让我洗衣服摔鸭脑的 你爸爸这么晚还加班 好辛苦啊 是哦 所以送点夜宵犒劳他 我怕了 波铃铃 哎呀 啊 嗯 嗯 又驚拾 又察觉到了魔王的气息 我儿子睡觉时一直出汗 被子都湿透了 但是醒来以后就不出汗了 是魔王在吸收黑暗能量 我们快去请李时中爷爷帮忙吧 吐铃铃 百草仙境 晚上也不安生 敬给我添乱 没办法 谁让魔王还没睡呢 这孩子是因为睡前做了剧烈运动 所以睡觉时出现了倒汗现象 我们快启动佩武法阵赶走魔王 想要启动佩武法阵对付魔王 还需要一位斗尺精华 豆豉不是菜吗 所有人都知道豆豉是传统的豆制品调味料 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药用价值 它入药具有止盗汗的作用 本草纲目会指引你们找到它的 好笨仔 我们走 可恶 他们又想坏我的好事 你竟敢打扮成恐怖的样子吓我 人家只是想在睡觉前贴个片膜 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不准帅 马上和伤风怪去阻止燕生 谁在咒我 不是诅咒 是让你和人家去完成任务 豆豉妹喜欢出入在有悬浮草的地方 我赐予你的新魔法 可以控制悬浮草 让它变成威力强大的武器 是 豆豉妹 别跑了 是以前做距离运动会导致到汗的 作为朋友 你应该鼓励我 而不是唠叨个没完 你别跟着我了 噄你 哇嘞 这是悬浮草 是可以当过山车玩的 豆豉妹 豆豉妹 宰宰想借你体内的精华 我现在没空 正忙着呢 你有时间在这里玩 也不帮宰宰 宰宰好难过 你听好了 我不是在玩 是在锻炼身体 豆豉妹 我们请你帮忙 是为了启动配舞法阵对付魔王 魔灵灵 你好重啊 你说什么 草本仔 不要说女孩子重 宰宰没说错呀 还这么胖 当然是很重的 讨厌 讨厌的草本仔 竟然笑话我 我不睡觉坚持锻炼 就是想变得苗条一点嘛 玄浮草 马上就要像人家一样 妩媚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啊 怎么也不知道 我又抓不住你了 我又抓不住你了 睡呀 宰宰竟然当了两次肉点 宰宰宰 羽生 快 一定要把眼生摔成肉柄 羽生 狗蒟 断 可恶 他们竟然都没事 原来又是魔王的手下在捣鬼 快撤 这一次 你们谁都没想活着离开 我 我跑不动了 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 走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去借助那些石头 嗯 大家快 像我一样坐 可恶 越来越不好控制了 玄浮草是受到了软软药的控制 我们必须擒贼仙擒王 白草金黄 为我左右 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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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居然敢偷袭 吃我一拳 啊 赞子成功啦 魔王的美女手下虽然很苗条 但是心眼太坏了 我愿意把豆豉金黄借给你们的魔王 是要启动配武法阵吗 我来给你们驻战 太好了 谢谢你们 好 肚子 干燃 健康支援 独立丁 天元合一 可恶 怎么要我出来啊 小家伙 以后不要再睡觉前做剧烈运动 不然睡觉时会倒汗的 让你浑身不舒服 我以后只在白天玩蹦床